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国内航空公司REX进入自圆托管 所有来往首府城市的波音737客机停飞 以色列向贝鲁特发动火箭袭击 强调是针对真主党指挥官 中国宣布外国公民经港澳地区旅行社代办旅行团入境海南 可以享有短暂的免签证 大家好 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三 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 国内航空公司REX进入自圆托管 所有来往首府城市的波音737客机停飞 不过乡镇地区服务继续营运 包括从乡镇飞往首府城市机场的班次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获委任为接管人 而维珍航空为买了REX机票的乘客 提供免费转换维珍航班机票的机会 运输部长金卡弗连指 联邦政府希望保障REX在澳洲营运的前景 金卡弗连指政府当然不会不惜资本地做 但会密切关注该公司未来的计划 他亦表示了解到目前对员工和乘客来说 都是一个不明朗的阶段 墨尔本爆发退五军人症感染后 市内的冷却塔要进行消毒 有多名感染者要接受深切治疗 这个病症是由军团菌引起 军团菌存在在天然水道 和温泉浴场、温水系统 盆栽土和利用水冷却的人工系统 在维州已有33人证实感染 另外10宗怀疑个案 有6人要接受深切治疗 病征是与肺炎相似 维州首席卫生官罗克说 暂时未找出感染源头 劳克说现阶段迹象显示 是来自一个源头 他说一年里面都会见到一些病例 不过目前的数字是高过平时 一个星期三至六宗的水平 所以他们认为是来自一个源头 不过也都可能有些 是从其他地方感染的个别病例 今天当局将会公布最新通胀数字 一些经济学者预测 通胀率会稍微上升 储备银行希望年度通胀率可以维持在2-3的水平 有预测季度通胀率会上升4分1个百分点 将年度通胀率推高至3.8% 以至3月份的12个月通胀率是3.6% 财长陈默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 虽然通胀已大幅下跌 不过仍然出现轻微波动 豪资216亿元的雪梨地铁市中心线 因为安全审批手续未完成 需要延迟通车 该地铁线原定在星期日正式通车 不过因为仍未获得全国铁路安全监管办公室的批准 需要延期揭幕 而新州工党政府正同消防员工会 因为薪酬问题未能解决纠纷 运输厅长海伦强调地铁线已经99%准备就绪 不过一定要100%准备好才可以通车 接下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以色列向贝鲁特南部发动火箭集击 军方强调今次集击针对的目标 是上星期六曾在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 发动致命攻击导致12名儿童死亡的真主党指挥 舒克尔 不过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 舒克尔似乎仍然在生 而伊朗支援的真主党就否认向哥兰高地施集 鉴于当地局势紧张 联邦总理艾班尼斯已经向国民发出旅游警告 艾班尼斯说当局旅行建议非常明确 就是要求澳洲居民不要前往黎巴嫩 而身处当地的澳洲公民也应该利用从黎巴嫩出发的商业航班 尽快离开 在英国《邵斯波特镇》 歌星泰勒斯Taylor Swift的主题舞会期间 发生的大规模刀集案死者已增加到第三人 三名死亡的女童分别是6、7、9、 目前仍然有5名儿童和2名成人处于危急状态 而1名17岁男青年在案发后被拘留 泰勒斯亦有回应今次事件 指他自己正因此事件而被恐惧笼罩 SBS电台新闻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获连任的消息 引发了数以千计当地民众上街示威 要求推翻大选结果 示威最终也养成冲突 国家安全部部队一度要以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驱散示威者 马杜罗和反对派领袖 在当地星期一晚上分别宣布自己获胜 不过随后,亲执政党的全国选举委员会 宣布马杜罗获得第三次连任为总统 任期六年 大选结果的合法性不但引发了国民的不满 更加受到国际质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透过发言人杜加里克 呼吁委内瑞拉政府必须提高大选的透明度 杜加里克说 联合国注意到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宣布的大选结果 和当地的政治组织和国际社会成员 对选举所表达的关切 秘书长已呼吁 委内瑞拉应该在交代更透明的大选结果 包括及时公布选举的总票数 和各个投票站的选票分布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 旅游签证新安排即日起 与中国建交的外国公民 如果经港澳地区合法注册旅行社 代办两人以上的旅游团入境海南 可以获得144小时的免签证安排 移民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有关的安排对开放海南地区提供 进一步支持对推动海南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以及有助促进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 推动两地的自由贸易交流 当局说 会与海南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确保政策是顺利实施 香港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亦都欢迎有关的调整 认为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地旅游市场的融合 为香港和海南的旅游合作注入活力 回到本地的消息 一个联邦国会聆讯上的证供显示 如果为妇女提供更年期和其他生殖系统问题优价 是不会令雇主避免聘用女性雇员 这个聆讯是调查女性在更年期间所面对的经济 身体精神和财务影响 自由党参议员优斯在上月曾声称 如果引入法定更年期假期 将会令雇主不愿聘用或提升女性雇员 而工会正在争取为男女雇员提供10日生殖系统问题 有新假期包括男性接受前列线检查等 也应享有有新假期 蒙纳树健康研究及实施中心的李雅琦教授 在聆讯上指出 大部分女性一生都面对性别歧视 在更年期间都坚强继续工作 他说这不是应有的情况 他强调50岁及以上的女性 对经济是有重大贡献 是结出的僱员 这个星期是器官捐赠关注州 在爱丽斯全推出的一部教育短片 目的是鼓励更多原住民支持 而捐赠器官和人体组织 这部有关器官移植过程的5分钟短片 是由当地原住民健康工作者设计 以及用英语和原住民语言旁述 去年不领地有3人在死后捐赠器官 在2022年只有1日 Mbantua原住民土地持有人 史蒂文斯表示 希望这部短片能够用配合原住民文化的方法 提供有关器官移植的适当资讯 国民汇钱到外国可能错失了 折省总共2亿元的机会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竞争和透明度上升 国际交易费用下跌 而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主席 卡斯·哥特·利布指出 一些大银行减低收费 自从2019年减了超过五成 不过仍高于其他机构 他指很多客户都不会去找出最便宜的收费 公署又表示 转用收费较低的服务提供者 可以折省大约100元 奥运消息 澳洲榮首Kaley McKeown 麦基雍成功遗免女子100公尺 贝荣金牌 创造了57秒33的奥运新记录 另外澳洲男子队 在4200公尺自由式接力决赛 不敌英国和美国只能获得铜牌 男子籃球方面 澳洲队以93比83 输给加拿大队 男子曲棍球队在复赛 澳洲队亦以2比6 不敌比利时 截至东岸今早7点 金牌榜方面 日本以7金、2银、4铜 13面奖牌领先 中国是6金、6银、2铜 澳洲队是6金、4银、1铜 暂时在金牌榜排第三位 财经消息 昨天澳洲200个成份股指数 收市7953点下跌36点 总成交有48亿元 昨天成交汇约股份有 聯邦银行收市135.95 上升1.05元 BHP收市41.54 下跌5.3元 CSL收市309.29 下跌2.04元 国民银行收市37.92 上升2仙 西泰银行收市29.08仙 上升9仙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 杜乾斯工业平均指数 较早前收市40743点 上升203点 恒生指数昨天收市 17002点下跌235点 上升纵合指数昨天收市2879点下跌12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0.6541 对港元是5.1096 对人民币4.7415 接下来是澳洲今天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梨有一两阵骴雨 绝高气温16度 麦尔本早上有霧12度 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1度 帕斯有雨可能有暴雨21度 压德雷德锦中密云18度 河伯特早上有霧13度 坎培拉早上有霜大致有阳光13度 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 新闻财经和天气已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 立刻紧贴SBS电台广东话节目的Facebook专页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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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